俄乌战火一觸即发 这把火焰烧到象征和平友谊的奥运会 布克兰体育部长还要求自家运动员 在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 跟俄罗斯选手保持距离 精准命中目标 水地中坦克炮击 布克兰士兵使用美国提供的飞弹 和其他军武加紧操演 布克兰人民也换上迷彩装 学习拿枪 在美国训练官指导下加紧学习备战 美国指控俄罗斯自导自演拍摄假影片 作为入侵乌克兰的借口 乌克兰国防部长也回应 这是俄罗斯的惯用手法 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美国正派了2000名军人 和运送军备的运输机 也已经抵达波兰和德国 TV的新闻综合报道